美国人吃牛肉馅很多 因为他们做burger 而很多中国人吃馅还是喜欢吃猪肉的 比如说做饺子、包子、炒菜 我们通常在Costco买这种大条的肉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块九毛九一半 现在是两块四毛九 基本上增加了25% 从来没见过通口不能这么厉害 Costco的肉质量很高 这就是我们自己绞肉的主要原因 每次绞肉可以用两三个月 Robert的儿子小的时候 两个星期跟妈妈煮 两个星期到我们家来 有一个周末 他来了 Robert说 我们这个周末要搞一个party 儿子说什么party 特别高兴 他说是meat grinding party 虽然他的儿子大失所望 但是还是跟我们一块 绞肉 绞肉 包肉 把肉放在冰箱里 每次我们做这件事情 就是全家的活动 因为肉馅太多 所以民事决定做一点饺子 酱油 放了很多绍兴酒 料酒 然后五香粉 葱 姜 葱 姜 还有一些白菜 还有一些白菜 另外油呢 我用芝麻油 因为芝麻对心理好 吃芝麻油就等于吃芝麻 好像应该加点酒菜提味儿 Robert!去喝酒菜! Holly! 酒菜來了! Now here it comes, I'm gonna pick one now. Oh, love, love, love. Hummm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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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hear it coming. Hummm. Heh.. He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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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h mm-heh. Heh. oooooohhhh Heh. Yeah, this is street singer. Now,kn Yaz her,walthe Da Ba Bes Ich-Dиц bit. Heh 把吃不完的饺子放到冰箱里 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 拿出来煮一煮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劳动节 在家劳动